欢迎您收看世界简报 泰国74岁流亡前总理他姓金返国 泰国警方已拘捕 泰国74岁流亡前总理他姓确认今日上午返回泰国 该国民族报周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他姓在曼谷郎曼机场从私人飞机下机后 警方会立即将他拘捕 因他姓被指犯下多项贪污罪 泰国国会今日举行第三轮总理选举 与他姓渊源深厚的为泰党联合其他十个政党 昨日宣布建立十一党联盟组织新政府 为泰党候选人地产大亨斯雷塔 预期可顺利当选总理 他姓被军方政变推翻后已流亡海外约15年 其女儿被东单上周六在Instagram发文称 她将于周二上午9时香港时间上午10时 在郎曼机场迎接父亲 他姓昨日在社交平台确认 他会在这个时间时返回泰国 曼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警方和有关机构已经召开会议 为他姓重返泰国做准备 民族报引述消息人士称 他姓抵达机场后将被警察拘捕 带往狼难警署备案 再送到最高法院 其后由成教人员带往监狱 由于他姓年事已高 监狱医生将决定 他是否需要接受严密的医疗护理 原为电讯大亨的他姓 自2001年起任总理 2006年9月因军事政变下台后 被控涉及贪腐等多项刑事案 遭最高法院判处罪名成立 被判坐牢10年 为躲避牢狱之灾 他从2008年起流亡海外 监狱医生决定是否严密护理 泰国五约众议院选举后 陷入阻隔僵局 拿下151个席位 成为最大党的新兴改革派政党前进党 其党魁皮塔在总理选举两度失利 只好把阻隔机会让给与他姓渊渊深厚 得票第二多的为泰党 国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三轮总理选举 为泰党将推举地产大亨斯雷塔 为总理候选人 要成功当选总理 必须获国会参众两院至少375票 参众两院共749席的过半数 为泰党与第三大党自豪泰党 及两个亲军方政党 极限看守总理巴育的团结建国党 人民国家力量党等 组成11党联盟 组建新政府 共有314张支持票 参议员旺柴称 军方委任的249名参议员中 至少约190位会投票给斯雷塔 为泰党主席春兰周一 在记者会上表示 11党联盟不会碰触宪法中冒犯君主罪 执政之后将推动土地改革 每日基本工资达到600泰铢 133港元等 不过 为泰党与亲军方政党合作 被前进党支持者痛斥背弃民主阵营 为泰党总部外已多次发生抗议冲突 前红山军领袖纳塔乌昨日表示 他因为两个亲军方政党加入联盟 将辞去为泰党家族计划主任的职务 曼城同意以5550万英镑的价格引进都库 作为德布劳内的替补 英国每日电讯 曼城已经同法甲球队雷恩达成协议 以5550万英镑的价格签下比利时边峰 捷里米 都库 曼城还正在与巴塞罗纳 就乔坎塞洛转会至诺坎普的 租借加构条款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谢飞连正在就曼联边峰法昆多 佩里斯特里加盟展开谈判 这将是英超夏季转会窗口中 最具野心的一笔赛季租借交易 中国面临着房地产危机 加深的恶性循环 英国每日电讯 分析师表示 由于债务负担沉重的房地产行业危机 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下行螺旋 中国经济一直在努力从疫情封锁的影响中复苏 房地产行业的危机打击了经济增长 并导致通缩 分析师警告称 中国需要更多政府支持来应对这种情况 但对迄今实施的支持措施表示失望 一些银行因此下调了对中国的增长预测 南亚地区的安全动态 来自新兴分析师的观点 Stamson Center 南亚项目的2022年访问学者 已经就该地区的政策问题 提出了他们的研究和发现 学者们关注的主题包括 印度的能源转型 技术对巴基斯坦农业的影响 民间社会在斯里兰卡政治格局中的角色 以及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挑战 这些研究为该地区的决策者 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建议 SUNAT拒绝承诺 在下次选举前阻止船只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首相李时 苏纳克未能承诺 在下次大选前停止移民渡海 在苏纳克担任首相期间 抵达英国的小船上的人数 最近超过了25000人 苏纳克曾承诺 今年通过一项法律解决小船问题 当被问及他是否能在下次选举前 停止这些小船时 苏纳克表示 虽然他希望尽快解决 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不能一夜之间解决 下次大选预计将在明年举行 威廉王子对狮子女族队的讯息 可能有些笨拙 但并不具有性别歧视的意味 英国每日电讯 威廉王子因在澳大利亚世界杯决赛前 向英格兰女子族球队发出支持信息 而被指控性别歧视 在视频中 王子表示希望球队好运 并出去享受比赛 女权主义团体 MFW 疯狂女巫 批评王子和大卫 贝克汉姆没有参加比赛 并在视频中出现他们的女儿 该团体表示 男孩可能有女性榜样 或为女子队加油 仍然被认为是不可取的 甚至令人讨厌 尼泊尔提高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价格 因为越来越多的尸体被遗弃 英国每日电讯 尼泊尔将提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费用 以解决山上遗弃尸体的问题 从2025年起 外国人的攀登许可证费用将增加4000美元 达到15000美元 此举是因为人们对珠穆朗玛峰上 死亡人数的担忧日益增加 自2023年初以来 已有17人丧生 尼泊尔登山者目前支付的费用较便宜 约为400银磅 新的规定还要求将登山者的尸体 从山上带下来 从珠穆朗玛峰的死亡区 取回一具尸体 可能需要花费15704银� 至157000银磅不等 修道院否认主教的指控 称修女长官与神父发短信 英国每日电讯 在德克萨斯州 一群修女应对一位主教的争执而排斥了她 原因是坐轮椅的修女院长 被指控通过发短信 与一位神父破坏了她的真结誓言 苏丹的内战将古代宝藏置于火线之上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苏丹的古老遗产正面临被战争摧毁的风险 这场冲突已经夺去了数千名平民的生命 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 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也面临威胁 位于梅罗伊的皇家陵墓的金字塔 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集中地 虽然并未直接受到战斗的威胁 但如果冲突持续下去 可能会受到抢劫或环境破坏的影响 国家古迹和博物馆公司已经确定了 全国77个受到敌对行动威胁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 喀土墓的国家博物馆已经遭受了抢劫和破坏 达尔富尔地区的其他博物馆 也可能面临风险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已经建议其成员注意 来自苏丹和该地区的文化物品是否被贩运 正在努力保护这些遗址 国家古迹和博物馆公司继续支付几个考古遗址的保安费用 阿里夫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也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专门用于苏丹的文化遗产紧急基金 我们再次学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美国商务部宣布 对来自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的稀制品征收初步反倾销税 商务部对中国征收了122.52%的税率 对德国征收了7.02%的税率 对加拿大征收了5.29%的税率 商务部表示 对中国征收如此高的税率是因为该中国公司拒绝与调查合作 使商务部能够使用对该公司提供的数据进行不利干扰 这是一份引人注目的COVID-19数据 但它是错误的 悉尼先驱晨报 一项信息自由请求揭示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卫生部在报告为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数据时存在错误 该部门在公开报告中包括了疫苗接种状态不明的人的死亡情况 导致未接种疫苗的死亡人数被夸大 真实的未接种疫苗死亡率接近最初报告的一半 该部门没有透露数据中包括了疫苗接种状态不明的人 专家警告称 这种错误可能会破坏对疫苗接种计划的信心 并为反疫苗活动人士提供借口 这些数据的公开呈现被描述为误导性和不准确的 尽管这一揭示并不改变新冠疫苗拯救生命的证据 但专家强调准确透明的报告对于维护公众信任的重要性 数据差异凸显了全国范围内标准化和透明化数据收集的需求 这将由明年开始运营的澳大利亚疾病控制中心来解决 联邦卫生部目前正在审查其公开的新冠疫情报告 以改进数据收集和报告 呼吁超市通过购买英国或在线选项支持英国农民 英国每日电讯 超过100名英国议会成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超市在其网站上创建一个购买英国或专区 议员们认为 这样的专区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该国的碳足迹 他们指出 许多超市已经标注了英国产品 并且这种改变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来实现 这项运动得到了政府部长的支持 至少有一家大型超市据说正在考虑这个想法 目前大多数大型超市的在线商店都没有专门的标签用于英国农产品 房屋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真正原因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住房供应问题并非由规划体系的障碍所致 而是由该国依赖私人市场提供新住房所导致的 悉尼大学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的教授Niko Gorin写道 Gorin建议采取增加社会和经济试用房部门的资金 动员政府多余土地用于经济试用房 恢复政府土地开发机构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需求端的补助和激励措施也可以与新建筑挂钩 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土地重新划分 可以与经济试用房要求挂钩 埃拉林发电厂应该在2025年之后继续运营 民司政府能源审查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电力网络的一项审查建议 将埃拉林煤电站的使用寿命延长至2025年关闭日期之后 这项由工党政府委托进行的审查建议 政府与运营商Origin Energy进行谈判 这一举措可能每年需要耗资2亿澳元 1.47亿美元至4亿澳元 并需要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来支持一个高污染的发电厂 审查还建议化石燃料可能是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必要手段 并且天然气发电应在基础设施中发挥更大作用 格林威治将推出长期以来应有的平等法案 而新南威尔士州在全国范围内落后 悉尼先驱晨报 一项平等法案将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的议会中提出 该法案将禁止私立学校对LGBTQ教师和学生进行歧视 并禁止同性恋转化实践 悉尼议员亚历克斯、格林威治、Alex Granich 已经花了18个月起草这项法案 并得到了包括平等澳大利亚组织和LGBTQ健康组织ACON在内的关键团体的支持 然而 州政府坚称要在与多个团体磋商后 推出自己的禁止同性恋转化实践的法案 格林威治的法案是以维多利亚州类似的立法为模板的 我们正在落后于世界 推动澳大利亚制造国防无人机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寻求本地公司和研究机构的建议 以开发具备军事级别的无人机系统UAS 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的依赖 此举是在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国防军早些时候宣布 由于安全问题 他们将停用由大疆制造的无人机之后采取的 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洛伊表示 使用本地制造的无人机技术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澳大利亚需要投资无人技术以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